在台灣殺害女友的香港及嫌犯陳同佳 23號上午即將出雨 由於她之前表明願意來台灣投案 不過目前移民署對她採取管制措施 禁止她入境台灣 入獄29個月後 陳豆漿將在23號上午出雨 重獲自由將和家人團聚一段時間 由於她被移民署駐記為不合法登機證 無法搭乘國籍航空來台 只能搭乘其他航空公司 當天最快的航班只剩下香港航空 晚間10點35分的班機 萬一抵台相關單位繃緊神經 若陳同佳順利下飛機 入境時遭移民署查驗 發現她的通緝犯身份 第一時間將通知航警局 警方可將她上銬帶回偵訊 移送市領地檢署 若是提前掌握陳同佳的班機資訊 移民署將在她下機前攔截 等班機一落地就依法辦理原機遣返 陳同佳有意來台投案 但無法入境 檢方也難有作為 曾經擔任台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談判代表的律師慶啟仁 認為即使沒有司法互助 依照刑法 台灣就是有管轄權 主動投案 你當然要開門讓她進來 司法互助並不是唯一的正式管道 司法互助並不排除其他非正式的行助管道 相比2016年香港爆發的相識命案 嫌犯因為債務糾紛 殺害被害人後逃往台灣 由於台港之間沒有司法互助 台灣當時以預期滯留為理由 依舊移民署實施遞解出境的方法來引渡 當時台灣刑事局霹靂小組移民署出動 50人大陣仗移交嫌犯 嫌犯在香港警方的看守下上飛機 落地後立刻遭逮捕 但這次殺害女友的陳同佳 自願來台投案 卻被禁止入境成了台港兩地的司法人酋 TVB的新聞 林安南 捷運席台北報導